语言是通往世界的窗 外交部与教育部通力合作 为培养国际化人才 一年一度外交小尖兵英语种子队选拔活动 聚焦全台青年新世代的无限能量 展现面向国际无远佛界的英文力 外交小尖兵从民国91年展开 走过五分之一个世纪 今天我们仍守护初中 透过竞赛让同学们相互学习 培养合作精神 从重视英语沟通力开始 拓展参与国际事务的新试验 这一切不是maybe 而是can be I can take him to the高雄 court We can earn a lot of money in the coming year To help people in need For far away to Taiwan We can even talk to company CEOs to make donations Taiwanese opera will be popular soon Language is the ultimate tool for communication Gain respec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helps address the issue Facebook will be an extremely effective tool Not only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e can create a VR game It's nice to see the factory It will be Taiwan's youth It's a show time Let's dance together Sure why not It will become a positive cycle A cycle that never ends They really are I told you 參加外交小健兵这个活动 它就是一把钥匙一样 开启了我们世界观的一个印子 我们身在一个地球村 语言只是我们一个工具而已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跟想法 可以把世界带回台湾 那也把台湾带给这个世界 比赛的过程中 其实成长了非常多 不管是英文口说的表达能力 舞台上的台风 肢体动作那些 都是我们当时在训练过后呢 都有所进步跟成长的 但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应该是 参加比赛的时候 跟伙伴们聚在一起的那些种种回忆 我现在想起来 都还是会非常开心 然后会一直回味的 能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经历这些回忆 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 回想快要十年前 当外交求人兵的体验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 常常深夜还在跟我的主员们 互相修讲稿 互相练习 脑力激荡我们话剧的剧情 这些经验对我带来 最明显的正面帮助应该就是 我之后更容易有自信 更轻松地去articulate 我心中的想法 尤其是在一个英文的环境下面 这段时间我每次回想起 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然后觉得学了很多 我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一直在 impact我 Enjoy the process 在二十年之间 全球接轨更紧密 我们需要看见与被看见的也更多 而外交小尖兵持续耕耘 让英语的种子 在校园发芽茁壮 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 我了解了许多的国际事务 也高强度地提升我的英文写作 以及语文表达能力 希望今年在参加外交小尖兵的学弟妹们 也能好好地享受参加比赛的过程 并积极地争取出国参访的机会 不要怕犯错 勇敢地去闯 你想要怎么样的未来 努力地去追求 你的未来就会在你自己的所中 我们很高兴说 这样的优胜队伍出国之后呢 到了一些他们过去不会去过的国家 交到一些他们过去不会遇到的朋友 这也是我们很希望能够继续发展的 台北 台南 华林 我们的纪念 所以别忘了选择 但拿着来 你会不会返回你的旅程到台湾 将在地能量持续推送到全世界 你也可以是台湾最佳代言人 经历三年一旬之后 我们重磅归来 在这个舞台 再次进行挥洒创意与实力 放眼世界 我们准备好了 加油 加油